拜託親友 拜託親友 開始 讓你劉營超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了 那今天非常歡迎大家參加今天 這個我們所舉辦的跟哲伍一起舉辦的 2015健康人權行動講座第三場的朋友 那事實上第一場跟第二場人也很多 那顯然這個議題事實上是大家有關係的 非常的歡迎大家今天參加這一場講座 那今天事實上社會治病論 我想很多的包括NVSO也好 包括很多的國際主持 事實上在看待健康這個事情的時候 越來越想要去關注社會的這個因素 包括說像他們有名叫做社會決定因素的委會等等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地邀請兩位非常厲害的講者 你看今天的人數就是說兩位的吸引力有多麼的大 爆產 那第一位是我們台大的曾雅文老師 那台大健管所 王教授 那我們今天也是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的理事長 那當然也是我們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的理事 那第二位是劉少華 劉少華是中文學院民主組的事業務員 那當然是我們行動協會的常務理事 好 你現在台協會的部會長 少華也是台協會的部會長 所以我們長期以來都在關注醫療人權問題跟家人的問題 包括剛剛鄭陽老師一定要叫我宣傳一下講說 其實我們的國衛院 他們也要綁下歐盟也要綁下了VSO跟其他國家 在年底出版台灣健康不平等的報告書 但是到目前為止 NGO好像沒有被邀請去參與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因為年初他們才邀請了國外的學者來 國外的學者也在強調 像我們這種HGO 像老師 事實上是很重要的夥伴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被邀請 好 無論如何 今天我們就好好來討論這個問題 社會治病論 這個國家政策如何使你不健康 使大家不健康 那我們如何來應徵 我們如何來透過行動來改變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就先請 第一位就先請鄭陽老師來跟大家來聊聊這個議題 好的 那大家好 非常 看到這麼多人關心這個議題 是覺得非常地振奮 不過呢 要跟各位講這個議題也非常地困難 這個題目事實上相當地大 事實上這個題目是有贏給我們的 所以是 我們就是必須要泡在這個國家政策 這麼大的這個議題下面來討論健康這個議題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劉淑健學的訓練 那是公衛的背景 後來學流行病學 後來呢 覺得流行病學做很多的研究 可是這個很多的研究不見得真的能夠改善健康 所以流行病學家到底在做什麼呢 那社會流行病學呢 在過去20年呢也是非常濃郁的發展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我是念劉碧卓 那那個時候還沒有這個叫做社會流行病學這個學科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的年紀有多大了 所以大概在1995年前後開始有一些流行病學的論戰 就是呢一個很關鍵的議題就是流行病學要不要關心政治 那主流的流行病學家呢你們會覺得他們怎麼做 不要 流行病學是客觀中立的我們怎麼可以變成倡議者 如果一旦你變成倡議者那你的研究呢就會忽然 你就變成是恢復中立 你遇到這個政治的問題 環保的問題 遇到這個貧窮的問題 那你要不要靠邊 你要不要站在哪裡邊說話 主流的流行病學家認為呢 流行病學不應該沾染政治或者你會被質疑 那一直到現在實質上都是這個樣子 那不過呢 有另外一拍的學者 包括我的這個 Role Model 現在他還在Harvard 叫做Nancy Krieger 他是一個非常強悍的流行病學家 社會流行病學家 他說不但要關心政治 而且還要參與政治 還要讓流行病學的知識呢 變成是社會改革的一種力量 所以他還有很多的人 就是變成是一個 社會流行病學的一個領域 那過去20年來就是 這個領域的研究 非常的蓬勃發展 就很多很多的資料 包括台灣也有不少的研究 那剛剛有連有提到 我們現在國營健康署了 就是也是跟國際相當大的接軌 就是譬如說邀請到英國 一位很有名的學者 叫做Michael Mamo 他是在聯合國裡面的 健康不平等委員會 他是領導者 在英國出版了非常多的資料 非常多的研究 那我們的國民健康署 就是也是趕上這個國際的潮流 他今年裡也將要出版一本 有關台灣健康不平等的一個報告 不過呢 我雖然很關心這個問題 但是我都完全不知道這個 這個內座點什麼 不過當然就是很好奇 今年底這個報告是不是可以去 會討論什麼樣的議題 好 那我今天呢 就我自己的專長 我過去是流行病學的訓練 然後在學校裡面是教社會流行病學 然後也教了政策 那我自己目前在做的 也做大部分都是跟他的職業方面有關 那我就從這樣的角度 來跟大家談一談社會之理論 那這個 這個概念還有他的限制 還有他可能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今天的角色是拋毯引浴 就是 就是講一個比較概念性的這個觀念 就是社會致病論 還有說為什麼流行僻學 好像即使做了很多的研究 還是沒有參與這個社會改革 好 那 好 我的今天就30分鐘 我可以盡量趕快來這個講完 然後讓這個哨法 趕快來講大家講 我們今天這場的重點 好 我大概呢 會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先跟大家很概括性的 不是很完整的 來跟大家介紹說 安全跟健康的風險 是有不平等的分布狀況 那在這邊我沒有做什麼文件回顧 只是用幾個例子 來給大家看一下 很多健康的議題是有不平等的分布 這是第一個主題 第二個主題呢 就是我會跟大家談一下 健康的不平等 分布如此的明顯 我們事實上都知道 我們事實上說台中地區缺醫生 台中地區的死亡率 平均隱密 非常的不好 很多事情我們事實上都知道 社會階層越差 健康越差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我們在研究職業上的問題 幾乎都是勞工階層 但更不要講說是外勞 好 那為什麼我們都知道有這種不平等 可是好像被不死了 為什麼 這是我第二個主題 那第三個主題就是行動 如果我們認為社會這個因素很重要 政策這個因素很重要 那我們可以怎麼強化 那最後呢就是因為我們都在學校的工作 有在這個中研院工作 那像有聯 有聯兄也要即將變成是一個研究者 所以研究者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今天是有大家這樣四個主題 那首先呢 健康的生活不平等 那我就是用一個很簡單的議題 因為我知道說在座很多朋友 我們不是醫學的背景 不是公會的背景 不過事故傷害這件事情 大家很容易理解 它不是什麼疾病 它就是一個事故災害 事故災害在台灣是十大十一 事實上是相當高的 死亡率發生率都很高 我們在去年 我們在這個事故傷害裡面 又分為了很多種方法執災 那每年大概有七千多件的事故傷害 然後其中有一半是招通事故 台灣的就是招通狀況很不好 大家也都知道 好 那麼招通事故是誰的責任呢 是怎麼樣預防呢 那我們可以去想一下 都是我們看到的 不管是招通部的宣導 或者是衛福部 或者是健康署的一些宣導 他們都告訴我們什麼是危險因子 那我剛好在準備這個slide的時候 事實上是整整 那個準備了 雖然很短 但是準備了很久 我說剛好有看到一個 那個YouTube影片 然後呢 這個我先生就說 這個很重要 就想給我看 就是 他說比掌阿伯就是 歸納出十個導致招通事故的原因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來這邊的過程 有沒有犯了這些問題 闊紅燈啊 充綠燈啊 超出色系 酒駕應該沒有啊 疲勞啊 像我就知道 上把裡面很疲勞 好 或是舒服啊 沒有注意這個怎麼來車啊 或是你駕駛的技巧 他可能笨拙 或是精神恍惚 很多老人家會被撞 可能是他這個精神不激 精神恍惚 欸這個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有道理 這邊都是歸因個人 所以我們事實上不只是事故傷害 大部分的疾病 我們都是歸因個人 大家可以試著去想一想 好 那如果我們不歸因個人 那你們覺得 政策是不是有扮演什麼角色 或者是什麼是社會因素 什麼叫做社會指定論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去思考 要有一個更結構性的這個思考 譬如說 我們台灣機車這麼多 為什麼我們的道路 完全沒有去考人機車的需求 我們很多的人行道是這麼命中 那你說這個老人 或者是小孩 他們要走路不通行 這是個安全 我們很多的都市的設計 還有道路的設計 事實上便沒有考慮到一些 比較弱勢的路群 我們路是為了車子去設計的 對 為開車的人設計的 好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後面也有人啊 如果說後面的朋友 那個想要看的話也歡迎自己 人太多 對 因為人還蠻多的 所以說後面的朋友可以自己往後 然後投影機下面的人 我們可能要先離開一點點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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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先隨簡單的地圖來看一下 事實上適度災害的這個分布 國際上有非常大的影響的狀況 最安全的地方在歐洲 最不安全的地方可能是在南亞 還有像這個亞洲有些地區也是非常不安全的 好 那是不是這個歐洲人特別的 比較不會有一些危險行為 或者是疏忽這樣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不是 而是他們的整個社會環境很多的政策 對於交通事故這件事情是有很認真在執行的 這個大家有去過這個尤其是歐洲 你可以想到很多的例子 他們怎樣人車分離哪些地段 行人很多的時候他們自己測試進來 好 等等的很多的措施 好 所以事故災害是在所有的 就在十大死因裡面 還有很多重要的人口健康的議題裡面 事故傷害的貧富差距最大 那我們台灣有沒有這樣的資料 我們年底國建組會發表這個報告書 我們就拭目以待 是不是看他們只是做很粗略的 沉鄉的差距的比較 還是他們有把社會階層很多的這個特質 把它放進來 好像很多偏向的地區是沒有捷運的 沒有公車的 如果沒有私家車的話很難通行 那你騎摩托車在很多地方是非常危險的 那這個是很多社會議題在裡面 可是我們常常會看到歸因於個人 很多的預防的政策都是會因於個人的 那這張是我從國建址的網頁上抓下來的 這個是當然是一個很粗略的地圖 就我剛剛講到說台灣的十大十一 事故傷害一直都是在十大十一之內 事故傷害完全是可以預防的 是preventable的 他比其他的癌症啊 或者是很多的像心腦血管疾病啊 糖尿病都還要好預防 所以呢 而且事故傷害呢 他是一個正位不平等的問題最嚴重的 就是大家可以試著去算一下 呃 就沉香的這個差距呢 那個我們叫做ratio 那個比值 事故傷害的死亡率差距最大 哪裡最低呢 就是我們天龍果 天龍果裡面又有天龍 又有一些區特別安全 有一些區特別不安全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一個不平等的一個狀況 好 那不只是這個事故傷害 大部分的疾病都有類似的狀況 大家可以觀察到這個心血管疾病 腹左邊那個 那右邊是什麼 還不太清楚 那我該問話 對 也是這個話都可以明顯 那大家可以想到說 我們這邊有在座很多醫學的背景 跟工會的背景 我們通常都會得到什麼樣的訊息 心血管疾病或是肝臟疾病 會可能是什麼原因呢 抽菸何種 很多我們會想到的是個人行為的問題 可是呢 事實上有一些像醫療 就是早期像肝炎這個問題 早期跟這個密醫有關係 就是證據不安全 在早期是激情肝炎的很重要的 這個危險因子 那我們再來看其他 左邊呢 是惡性腫瘤 當然可以看到兩個紅色的線 一個是雲璃 一個是腾瘤 那右邊呢 是 肢氣管 相關的癌症特別的高 是在雲璃 那大家就會去思考出 可能是什麼原因 那我們一般在工位領域 大家都會去討論 這邊的人是不是喝酒喝的比較多 說液比較多等等 可是現在大家因為很多的報導 大家都知道那邊有一個工廠 工廠可能有問題 可是呢你就會遇到一個很大的罩門 你的證據在哪裡 evidence在哪裡 你有多少的證據說 雲璃縣的這個肺部的疾病特別高 是真的是跟有情有關嗎 證據在哪裡 所以在這個工位的議題 疾病的議題裡面 我們在討論健康不平等 或身為不平等 有一個很大的罩門 就是證據不充分 留情病絕呢 永遠都沒有辦法 非常的確認這個因果關係 是到底汙染源在哪裡 是固定的還是移動的汙染源 移動的就是像汽車之類的 那是你個人的因素呢 還是社會的因素 然後到底是真的是高 有沒有控制年齡 有沒有控制什麼有什麼的 就是一大堆的問題 所以就變成是難以行動的一個原因 不過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不過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好 那我會再簡單再快一點 就是如何促進健康 如何預防疾病 那我剛剛是舉這個 交通事故的這個例子 那我們也可以去想像癌症 癌症看起來好像很不可以預防 很難預防 可是事實上呢 它在環境的因素 還有社會經濟階層的差異 也是相當明顯的 心腦血管疾病呢 我們通常都會想到什麼 飲食、運動、肥胖、沾膏這些問題 我們很少去想到 是不是會跟過勞的關係 心腦血管疾病 除非你就是研究這個職業病 否則呢 你很少會去想到工廠的環境、公司的環境 是不是會引起心腦血管疾病 可是事實上呢 你在工廠裡面 如果是一個非常惡劣的環境 這個惡劣呢 可能是有噪音 可能有汙染 可能是高熱 也有可能是一個非常凶騰的老闆 每天進去都會壓力非常大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很重要的 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 好 那誰幫我 精神疾病 好 精神疾病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我最近呢 被 我是台北市心理健康委員的委員 那最近呢 被這個台北市團隊找進去開了一個會 就是有關那個北投女童的這個事件 就是有一位這個無業的這個男性 進去這個校園 然後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好 那政府呢 台北市政府想要怎麼樣去預防這件事情 他就請我們這些專家說 我們這個委員會裡面有很多精神科專家 就說 欸你們是不是可以來想一些辦法 把這些可能的高危險毒群 全部都給我篩檢出來 然後列拐 大家覺得很驚訝嗎 這件事情還不夠不夠 正題的時候我們精神計畫還被列為黑名單 那種很不好的黑名單那種的 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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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黑名單 那個讓我讓我更大 那個那個黑名單是政府幾乎要把我們精神障礙的 所有個人資料都要裸取 變成他要管管制我們 限制我們人生自由 對喔 這個台北 對 那精神疾病呢 常常就會被sing out 然後去看出是不是有什麼危險因子 他是不是失業 他是不是長期疏離 就是沒有朋友 他是不是有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對人無數 那我們有沒有去思考說 這個社會環境對於一些失業者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這個可能的弱勢者 其中什麼樣的社會資源 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讓一些人 越來越疏癮 越來越被排除 這些case 尤其是像這個隨機殺人這個 它事實上是一個社會失序的一個表徵 這個社會學家很早在19世紀 除了幹他就在談這件事情 就是有些犯罪 有些自殺的行為 事實上是一個社會失序的表現 而不是這惡人的問題而已 如果我們這樣去思考的話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一任職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塑造一個 可能造成這種問題出現的一個結構型因素 那如何去突破呢 這個就是我們可能在觀念上必須要有一些 就是有一個先再出來 那一次台北市這個委員會裡面 我們有幾個委員會通常不太合 譬如工位的、醫療的、社工的 那會一些不是這樣合 不過在這件事情裡面 大家有一次一同覺得說 這個你去把人家列管這些事情 這是非常糟糕、非常不對的 好 那這個就是精神疾病這個例子 很多政策都是去找那些有問題的人 希望把這些人找到 我們就可以解決問題 那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個人主義的思維 好 那我在上課裡面 我教社會有什麼醫學 就一直在用這個書 雖然他很舊 1992年出版的 可是在2008年又再版 這個人叫Joel V.Rose Rose這個人 他就是英國的社會醫學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他談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要去預防疾病 Strategy for Preventive Medicine 預防疾病的時候 我們是採用什麼樣的策略呢 他就把兩種不同的策略把它對立起來 一種是個人主義的策略 一種是群體主義的策略 好 那這個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如果看不到社會 你就不會看到五條線 那如果你看到社會 也就是說你看到不同的群體 你就有可能把這個 本來看起來是一群共和之種 你可以把它區分為來自不同的社群 譬如說在座可能有些是台大的學生 有些是陽明的學生 有些是這個北一的學生 學校的氛圍可能不一樣 學校的這個管理方式很不一樣 那這個組織的因素 可能會影響到你們很多的行為 很多的特質 那我如果今天我完全把你們看成是 來自同樣一個組織 就是很多像譬如說疾病 或是健康這個狀況 就是會一條線常態的故 那同樣的社會是不是可以區分 階層是不是應該區分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群體觀念 一個概念 我們蓋進來 那在預防上面 左邊就是一個很傳統的 個人觀點的一種預防策略 我看這群人 我看到的是一群人 他們只有一條線 也就是一個常態分布 這邊用血壓作為一個例子 那我要預防呢 我就是去預防那些 有高風險的特別奇怪的人 在某一些的危險因子 它是偏差的 我希望把它切掉 可是右邊呢 就是一個群體觀念的預防策略 我們想的是一個社會的分布 很多危險因子的分布狀況 那我們如何把這個分布狀況 往左邊的移動 那我以剛剛講的這個 譬如說水晶沙人這件事情 左邊呢就是我們就會去想說 哪一些人有危險因子 把這些可能犯罪 可能生病的人呢 找出來然後切掉 我們事實上並沒有改變這個社會 右邊的話呢 我們就會去思考 為什麼這些事件越來越多 像日本也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 秋葉原事件 它事實上跟派行公 跟犯案這個關係 為什麼會有一些人 這個犯罪的人 疾病的人越來越多 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那我們如何讓這個社會的分布呢 可以往左邊一起的移動 所以我們都是這個一份神 我們都不能自身之外 好那這個呢 剛剛講到招募師傅 那我用余中學老師的這個研究 這個可能真的小 大家看不清楚 它這邊呢 是對比兩個那個預防的策略 左邊這個PACULATION A 它呢 整個社會把事故傷害 把交通事故呢 當成是一個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的 反正就是有人會 有一些這個危險行為 就會有車禍 左邊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那右邊呢 是認為 這個社會的觀念 就是認為說 所有的這個交通事故 都是可預防的 你沒有預防讓這些事情出現 這是社會的問題 右邊這個社會呢 就會有很多的立法 對這件事情 有很多政策的介入 左邊呢 如果我們認為有一件事情 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一定會這樣子 那你就會開始說 好那我去處理個人的問題就好 那我這邊是講的比較簡短 那我們接下來看 這張圖呢 是我這個演講的一個重點 這個是WHO的報告書 的一個概念圖 最右邊呢 就是一個健康不平等的狀態 那這邊呢 我們需要很多的資料 譬如說大家要有些 譬如說使用地圖 或是使用流行病學 或是使用很多的資料 來讓大家知道說 健康不平等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那台灣這方面的數據 事實上是還很不完整 我們有關階層的分析 事實上還不夠了 所以大家很不覺得 嚴重性 這個健康不平等的這個嚴重性 那即使有很多人 在做這個健康不平等的研究 可是呢 很多都是停留在這個 還是比較下流 就是譬如說 例如說物理環境啊 行為啊 建社會心理因素啊 然後去了解說 他的這個社會階層 這方面社會流行病學做非常的多 譬如說地教育程度的人呢 會比較會抽菸啊 會比較不運動啊 會有很多的不良的行為啊 那這些會導致健康不平等 就停留在這邊 可是我們很少再進一步去思考說 為什麼社會經濟階層呢 會如此的階層化 當然一個社會呢 會有勞動階層 會有專業管理人員 會有僱主 可是呢 為什麼會讓僱主 跟受戶者之間的差距變那麼大 也就是說階層化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那這個呢 常常就是一個分配的問題 一個政治的問題 就是我們容不容許呢 有些人 在一個小時他可以賺好幾百萬 那我們容不容許有一些人呢 他做一個小時他只賺不到十心 那這個就是一個分配的問題 所有的社會都沒有階層 可是為什麼階層會差距這麼大 這個通常就是一個政策方面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報告書呢 是TWHO這個委員會 它叫做 COMMITION SOCIAL 技術裡面有票子 好 那他的這個主持人 就是剛剛介紹的 MICOMAMO 他們就很強調說 我們要去探討健康問題的這些議題 一定要去探討這個社會的自閉因素 這個社會自閉因素 是你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 而呢 是一個政策程式的社會自閉因素 那這邊包括什麼呢 包括譬如說社會政策 這個社會政策裡面 譬如說我們國賓有連比較外星的勞動政策 分配正義這個問題 那另外還有很多的 譬如說像都市計畫、教育 或是說這個經濟政策等等 這個政策的因素 會影響到階層化的一個現象 階層化的現象就會轉到一個人 健康行為的不平等 一直到他健康的一個不平等 那我們很多的公衛的這個研究者 會認為說這個上游的因素是 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法替學家的責任 那我們公衛或者是醫學的那些研究者 我們就是關於健康 那上面這個政治的問題不是我們管的 這是一個這樣普遍的一個思維 就是我們會把一些問題把它分割 然後沒有跟一個最呈現出來的一個健康 很少去跟一個政治、政策、經濟環境 去做一些連結 那我們很多人都認為說 這個是別的領域的人的工作 可是別的領域的人呢 他可能不會關心到健康 我們很多的社會政策都完全不考慮健康 然後我們的公民健康署又說 叫我去管這個交通、叫我去講勞動 那不是我的業務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三不來地區的一個議題 可是我們知道健康是有很大的社會因素在決定 可是這件事情卻沒有人在管了 交通部有沒有說他為了促進決定的健康 而做成政策 沒有 我們的經濟部可不可能說這樣的話 一定不是 他們一定在講GDP 他們就說GDP上身最豐富會加會到所有的人 就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最後就是講第三個主題跟第四個主題 就是為什麼社會政策們看起來這麼顯而易見 很好理解 為什麼我們不行動 為什麼被忽視 那等一下就會想說那研究者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為什麼被忽視 就是我們剛剛可以聽到很多的說詞 有一本書叫做《反動的修辭》 反動的修辭 他那個翻譯的人是吳建銘老師 那自協的那個名單裡面有我 這個有一個義務幫他打輸一下 反動的修辭裡面他在談說什麼 有很多的進步的活動 進步的行動 可是你會遭遇到一些質疑 有很多的說詞 試圖去削減我們改革的動力 有三種說詞 那我這邊指出一種 就叫做被忽視論 被忽視論事實上 在我研究職業上面的問題還滿常聽到的 就是為什麼你不行動 為什麼你沒有很具體的作為 有幾個原因 我就從這個slide上面跟著講 因為科學證據不充分 譬如說我們遇到一個職業病 那我是非常希望他能夠得到認定 可是很多質疑告訴我說 你這樣很不科學 你不要太情緒用事 你科學證據不充分 然後你就主張他是職業病 那你一定在challenge 所以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證據不足 證據不足就是庫路資料不足 那像剛剛看到這個雲林的癌症特別高 你可以賴到六七嗎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的話 你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弱點 這是第一個 無法行動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 我不是原因 實際上是縮詞 縮詞就是一個修詞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說詞就是個人的責任 就是你自己的行為 譬如說像淑貞老師演做的是那個檳榔 對不對 是 對 就是有些司機 有些精神之司機 他還是品性優良 都沒有這個不好的健康行為 那為什麼有一些司機 就特別會有這個小檳榔的行為 那這個是不是個人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會一直想到說 這是你個人的責任 好 那第三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都認為說公會的研究 醫學的研究 健康的研究一定要中立 不能為了訴訟 或是為了幫海報成績 或是幫老公團體去做研究 或者你就是被干擾 你的研究就不夠專業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質疑 很多人很害怕被標籤化的這種問題 這個是在尤其地質的引力 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很多人會認為說政治因素太難改變 其實我們充滿地認為說 整個大環境、事業政策、產業政策 這個是結構性的因素 是導致心理疾病的原因 可是我們會覺得無能為力 因為政策的議題太大 這個也是造成不行動的一個原因 那最後就是我剛剛介紹的這本書裡面 談的論點 那本書是滿有趣的 提出三種就是削弱、改革力量的一種說詞 其中一個叫備用論 就是說你過度的接入會產生反復作用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設法讓勞工的工作環境比較安全 那有些人就會說你這樣子去改善他的環境 那勿主就會乾脆你們拆掉 然後就變成現金的機器設備 然後這些人就失業了 所以你去保護他們的健康 反而害他們的失業 這就是非常典型的備用論的說法 他另外還有一種講法 這個叫做危害論 譬如說我們現在去鼓勵 遠方去申請這個職業上面的認定 你會不會造成一堆員工 就是一天到晚想要出來認定 道德危害的問題 他們只想拿到給付 然後說不認證工作 對 這也是很難常見的 但這個都是說詞 說詞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是包裝 對我來說是包裝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麼質疑科學 不相信科學 覺得外圈沒有辦法去Proof 那個Consality 實際上沒有人可以去Proof 所以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實際上就是政治利益 經濟利益 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在分析為什麼不行動 事實上就要去分析說 誰是既得利益者 誰在這個既有的狀況之下是得利的 社會不平等有一群獲利者 就是唯部不平等的這些人 他們是Same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做 有掩飾資金機的分析 那對於不行動的人 還有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資訊 譬如說我們不知道到底 污染有多嚴重 我們質疑這個污染的時候 我們沒有數據 或者是我們看不到這個現象 是因為我們知識受到限制 好 那這個另外就是價值的選擇 就是是不是很多人會認為說 有不平等就是必然 你要全部的人都平等 其實也是會有一個質疑 所以這邊就會牽涉到 我們對於平等的價值觀是什麼 那最後一個就是無力感 好 其實是說我們 其實像老師好像有滿大的發言權 可是很多人都很無力啊 你說你台中的我都同意 可是又能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無力感 所以這是一個 我歸納出來的一些原因 那對付這些原因要怎麼辦 除了我們做更多的研究 把這個現象把它呈現出來之外 我們事實上還要去突破 剛剛講的那些罩門 所以如何強化社會治病論呢 一個就是要更多的理解和分析 尤其是社會層面的一個分析 我們除了被這個問題的本質跟誠意 要有更充分的掌握之外 我們還要需要去做一些分析 了解誰是技能利益者 誰是受害者 誰是間接受害者 他的利益有多大 他為什麼阻撓 當然這是因為我是研究職業上病的 這個利益非常的清楚 就是僱主跟受僱者非常的清楚 可是在很多的議題是不清楚的 譬如說事故傷害 你誰是受益者 你可能要再多做一點分析 因為有時候不是那麼清楚 譬如說肥胖的問題 誰是技能利益者 不間接的啦 所以為什麼我們糖那麼多 糖這麼便宜 為什麼熱色的食物這麼多 誰是利益者 所以這個事實上 對很多的問題我們要進一步去思考 這個利益的分析 誰在維護他的技能的這種權利關係 那也很需要一些制度的分析 那我最近事實上流行力學做的比較少 我都在做這個就是說很多制度 而且是非常的細節的 譬如說認定、通報啊 可是唯有如此 對於一個細節去做深入的研究 然後做一個具體的政策建議 改革才有可能 如果你的分析出來就是說 資本主義很爛 那這個你還是無解 因為這個東西太大了啦 你要很爛 你可以 可是你可以跟我們講說 通報可以怎麼改善 很具體、很細 那你不做就是可做而不做 那這個就是政府的失職 所以我們去分析議題 都要去講一個非常大的 譬如說什麼心自由主必 我是資本主必 這個我也無解 這輩子也不可能有解 好 平等權的倡議 這個大家可能能夠理解 充權 如何充權 我們要掌握知識 我們要了解政策 我們要跟行動者聯盟 我們對於真正可以做的行動 要有一些想像力 好 那就最後一張詞 好 研究者可以做什麼 那我事實上就是 對我自己而言 我是希望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 因為事實上 我不像友聯這邊 這個可以講話那麼大聲 這個到底不是我的風格 對 我還是做研究 可是研究可以讓一些人 有一些行動的力量 譬如說 流行病學 社會流行病學 還有政治流行病學 如何讓一些數據可以轉換成 是一種行動的力量 那我們不要做一些空泛的研究 不要一直再重複說 社會經濟高 社會經濟低 然後會有怎麼樣 你還是要具體的講 就是說可以做什麼 那這個可以做 不可以做 你有沒有數據 那這邊就是 譬如說政治流行病學 這是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說 社會流行病學 不能再停留在空泛的社會治病論 而是要有一個具有行動力量的 一種流行病學的知識 那當然 除了這個實證數據之外 我們還需要理解政策 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必須知道 議題是怎麼被倡議出來的 議程是怎麼被設定的 那可以做什麼樣的政策的介入 那介入之後 他的執行跟監督 那這些很多都是行動者 還有這個研究者 可以共同合作的一個地方 所以實際上 研究要有力量 事實際上 要不要起動做一些結合 好 那我就大概到這邊 我們先謝謝這兩位老師 這段時間 我來表演講的很多 包括剛剛提到的一個東西 叫病難 我上次也有提過 例如說 有一次我去演講 某一個在做口腔癌防治的單位 他們就到休息在這幫小廁所 給誰 給土安福時機 土安福時機 我們想一下它可能是比較會小明朗的 土安福時機拿到的手冊子以後 就想說 請問我也知道 你去聽我老闆說嗎 我幫你做什麼人家 我沒有補這個 我可以補這個 我比較補這個 所以其實 這個因素 剛才兩位老師有提到 那個勞動的 包括公私的政策 為什麼 會有一些人想要想說 我們公私要提高 或者我們公私的政策 這樣的一個部分 其實它跟最後的疾病 的outcome 可能是有關係的 那當然有很多 更多的意思 因為 剛剛 兩位幫那個建民打輸了 我幫大家打輸了 剛剛 有一個書叫做 叫做 職業病人嗎 職業病人嗎 其實就是 在講台灣職業病 跟職業病認定的一些故事 我就從這些故事 從這些邪術的文字 實際上可以找到一些 可以解決的 發想跟答案 如果醫大醫生 你們還知道什麼時候 對不對 那我就找在一起去服務 如果 這個把村民 把很多人集中起來以後 如果衛生局 跑來跟我們講說 我可不可以借你們的廠 來做一件事情 因為公文下來 我們一定要做 叫做防治癌症病 所以我們就 衛生局 來做防治癌症病的宣導 但是 那個時候 大家的priority 是防治癌症病嗎 可能不是 可是921後面 很多的量 所以 剛剛 邵華講的很多 報告說 有沒有可能 讓你不健康的是 一個國家行政制度設計的不良 或者說 無法執行 台灣有沒有類似的問題 我不知道 不過待會兒 我們就開放給大家來做討論 那 時間很寶貴 那我們就開始 來 先舉手 然後看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 先四位 先講 先講 老師 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其實 剛剛老師講的狀態就是 他說 不要去 討論比較大的 值得問題 其實我覺得 總論問題還是經濟值得問題 就是還是資本主義問題 因為資本主義的話 它的特點就是 異化更公平的問題 做分配不公問題 那 異化造成的問題就是 可能你不喜歡做的工作 但是你會著 要上班 所以你知道去 那會造成什麼問題 就是 心理健康問題 你會問問 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其實 就是異化的一個問題存在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分配不均的問題 那分配不均的問題 剛才我講到 就會產生階級化的問題 那階級 第一的 他要照顧他自己的身體 是他營養過方面的社群 必然是 比較 不營養的部分 所以其實 追功要求 還是資本主義問題 那我想說 我覺得說 還是不要 避開他們的問題 因為 但是我這裡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不要 你就是說 你到底要用經濟解決 政治解決 社會解決 還是要用什麼事情解決 但是呢 不要管經濟 跟這些方法混淆 那就是說 其實在資本主義裡面 我們比較常見的 就是兩個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是解決分配跟依法問題 一個方法就是 所謂的公立主義士 就是 美國式的 你有請坐 想辦法 找到自己的健康 就是美國式的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是屬於社會福利制度 就是北歐制度的 屬於社會福利制度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說 其實 現在 有一個謬誤就是說 企圖用社會主義的 激進平等方式 來解決資本主義問題 其實是不可行的 因為 你本來就是資本主義 也就是市場 市場 決定你的所額 你的既得利 也是必然存在的 所以不要企圖用 用社會完全平等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頂多只能從 說服的問題來解決 我想說 這個 這個政潔 我想很多人都會高分 然後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像 大陸問題是在哪裡 他是社會主義士 結果呢 他企圖又用 用自由主義市場 結果呢 他又要控制市場 所以又要平等 這看起來是造成矛盾 所以我想說 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說 你用企圖 你所用的社會主義方法 不是用社會主義式的 社會主義的絕對平等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不太可能 所以終結問題還是屬於 經濟制度的重點問題 只是你用的社會主義方式 要不同 因為不可能 用社會主義的方式 倫理方式來解決 資本主義的經濟一方的問題 這是我們看法 謝謝各位主義 那我們就剪短 各位好 我個人認為 使我們不健康的責任 一般是在我們自己 一般是在政府 自己要有知識、智慧 甚至有覺察能力 像RCA 做十年你可以買一棟房子 不到 那時候三十年也不到五十萬 但是工廠溫國壓政策 讓你很多人得了癌症 那是因為吹冷氣的原因 吹冷氣沒有新鮮空氣進去 裡面有很多化學物質 所以大家都 第一 女工沒有知識 廠長不告訴他 美國人 就在台灣最大的律師 最知名的律師協助之下 順利脫產成功 所以現在告贏不一定拿得到錢 但是他們都已經七八十歲了 再來 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 工作使人貧窮 就是很矛盾啊 然後中產階級會消失 以前讀大學的 大學畢業大部分都可以買房子 在現在大學再買房子 很難 工作不使人貧窮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有六匹狼 這六匹狼 只要他們爭取到一點點勞工的福利 這六匹狼就出現 這六匹狼去找誰 找貝 狼去找貝 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陳儀有講 狼貝威 這個貝就是行政院跟立法院 但是 這六匹狼就是工業總會 商業總會 工商協進會一堆的 裡面也有我的學弟 當然 就是說他們 很可惡就是說 最好公有利的 他們一定第二天就出現在立法院行政院去拜會行政院長 不行啊 他們請 兩個月前 兩個月前他 時間要保護一下 再兩分鐘 這三十秒三十秒 兩個月他們在頭擺說台灣缺水缺電缺人缺地 一大堆在呼嚨 那都假議題 好 缺水 我一天用十桶水 平均才三塊錢 怎麼會缺水呢 那麼便宜的水 以價資料就解決了 缺電 水利發電 地漏都可以發電 因為沒有回扩沒有用金 他們不敢不不研究 他們甚至阻擾他研究進行 所以台灣沒有缺電的問題 缺地 為錢賣了四十年的花瓜 不可能賺一百億 但現在其實都要在地 賣了一百多億 保握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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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老師好 我是 在國文會府的未來亞套 中美中一個國家 無人數計劃經理 那其實老師的那一本 我的兩本書 我自己看完 而且震撼還蠻大的 因為我在近年的工作本事 是要去援助一個國家 然後發展一個公圍計劃 那其實在看到 就是在國家的影響政策中 我們怎麼去 外來的人 我比較好奇的是 其實不管是無國際子之 或中英相 或是 剛剛老師提到的 這麼多的國際援助 他們在做的時候 難道不會知道 他們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那他們在遭遇到什麼 我想請教劉老師的問題是 在遭遇這些困難的時候 他們採取了什麼樣的方式 那真的沒有一點進展嗎 就是 那我又會覺得 那我去 就我一個外來的援助者 那我去到那邊 我反而那邊擔心是 我做的計劃可能三年以後 就是失敗 謝謝 陳老師你弄屁我 我有一個問題 你不聽想要導致 我講了 精神障礙者 在如何在國家文化的影響下 如何進入 政策參與 台灣最缺乏就是 障礙者本身的聲音 社會參與跟社區問題 因為我覺得社區家庭人 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在台灣好像都是 我覺得專家一生的政府控制力太大 就請 就請你們 就你們所了解的 能夠盡力回答就好 好 那我們就第一位 第一位我們就請 先請 好 那就 趙王先 那我先回答剛剛第一位的議題 就是說 我剛剛不是說 我們就完全迴避資本主義 或者是 心自由主義這樣的議題 而是我認為 如果我們停留在這邊 就是只是說歸因我們說 這個是一個資本主義 這樣的問題 而沒有進一步去 再去進一步採討 是到底是介入的點在哪裡 那我們可能就會流於空泛 那我是很認同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對國家角色的這個分析 要更清楚 而且要把它放在一個 經濟體系這樣的一個脈絡去瞭解 然後必須去理解 西藏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當中 演化出來的很多社會保護的一個機制 包括社會福利 包括為了去異化 讓勞動者不要異化很多的努力 那我剛剛主要強調的是說 這個分析或許很重要 可是常常沒有辦法讓我們帶到一個 實際可以去做的一個策略 所以我想這兩者都是重要的 我們還是必須要理解這個 大的制度的一個演化 所謂的體制 國家體制的概念 那可是我們要介入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具體的一個可作文的一個方案 或者是策略出來 好嗎 好 那剛剛談到那個像譬如說經濟者 是這樣的一個族群如何參與 那這個我恐怕也不是一個最適合回答的 就是弱勢者如何參與 不過呢我相信 當我們再去理解 我剛剛說 這個利害關係人的分析的重要性 就是說很多的政策 我們必須要去認識誰獲利 誰受害 那更重要的是說 為什麼會有很多人或不關心 這些人常常就是鞏固既有結構的這些人 那弱勢者如何參與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可是我不太適合回答 可是呢我要談的是說 很多的重要的人物 像譬如說我是做這個職業上面的研究 我們做很多 最近做很多職災老公的訪談 他們有時候就會說 命啊 就這樣 就是默默接受 要不然怎麼樣 你要我去跟他對答 整個很龐大的體系 很多人是放棄 那我會認為說 事實上很多看起來不是弱勢者 可是卻是很重要的人物 譬如說老保局的窗口的人士 職業醫學的人士 職業醫學的團隊 還有很多專家學者 事實上這個都非常地重要 他們不是受害者 他們不是弱勢者 可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邊做多一點努力 改變呢 譬如說剛剛邵華說 談到的一個污名化 或者是一個文化價值 在這些他們不是弱勢者 可是他們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結構很多的角色 在這邊做一些改變 或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大概是這樣回應 我們還可以允許三個問題 我就讓還沒有發現過的約先 一位還有沒有 好兩位 好先就兩位 我先就兩位 謝謝 謝謝 總之已經比較專注在流行病座上面 因為我自己是就是 就是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做審訊 然後有時候做出來一些結果 然後已經發表 paper 然後其實也很多其他國家 對美國他們也有做出差不多的結果 可是卻這個結果 沒有辦法實際的應用在這個國家 比如說某個東西有毒 所以我們每天還是 不停在使用的東西 那就是這種情況要怎麼去解決 就是我們說 就是我會讓研究者覺得自己的成 就是自己的成果 應該會給這個國家的人民 帶來很多福祉 可是卻這個情況沒有辦法被改變 那比如說想 前幾天我看那個國外院發了一篇文章 就是有關那個六情的事情 叫我們叫許錯國小兒趕快逃走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你身為一個研究者 可以做事情 竟然就是寫一篇文章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他很佩服他寫這篇文章 因為我知道研究者去選邊 這樣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就是他可能下一期的計畫 拿不到或是他從這邊排行 或什麼之類 就是在這中間 就除了流行病學之外的一些其他研究 這該怎麼去落實到 不是可以照顧全民這樣子 這位已經等第二次發音了 好 這位已經等第二次發音了 我想這邊 因為剛剛前面那位同學有提到的 我想 因為這是從醫學跟社會學的觀念來看 那我想我可能稍微有一點這樣的哪裡去 因為我本身是醫學師 醫師 然後我也是社會學 所思學 那我想其實精神醫學來講 其實你如果剛復刻了 我得有通常事情 很多精神疾病是由前例者來界定的 那只是說以前的界定者是皇帝 工界主義者 但是現在誰來界定就是精神醫師 其實精神疾病的名稱還有診斷 其實是有精神醫學會 BSM一直到BSM1所界定出來的 但是其實他們所界定的這個標準是根據什麼 就根據觀察 社會觀察 就是看這個人在社會上的適應力怎麼樣 社會的人格表現怎麼樣 然後他的對應怎麼樣 他的群性表達怎麼樣 他的思維怎麼樣 來界定出來 但是其實這個是 你說他的科學 其實也不見得完全可行 其實或許他有點主觀意思 所以有些精神病學者 他會覺得精神病學者 他是被污名化 標籤化 其實是有一些可能 當然是我在這裡講 就是說 有一些是像 基因醫團 這個是比較沒法說 他是被污名化 但是呢 在憂鬱症 或是焦慮症 這些方面的話 其實或許有些是 主觀的因素在裡面 那我覺得說 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剛剛老師提到 就是說 即使你要分析 獲利跟受害之外 其實真的需要介入 那怎麼介入呢 我覺得就是說 社工的人也太少 包括他在這種 你的社工人要大量 而且呢 他在去分析這個人 有精神疾病之前 必須要再分析他的社會因素 包括他的經濟因素 包括他作造因素 包括他實驗因素 包括他家庭 都必須要分析出來 這樣才能真正解決他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 介入因素 是需要這樣子 那今天來講 當然就是說 醫學 其實是科學 但是其實真的 還是需要一些 連吻社會訓練 這樣才能真正了解到 病人真正的社會因素 還有活之因素 真的 真的有一個問題 我認為台灣對社工社會證 沒有很重視 而且社工做體系 接方案接得很累 被抄得很老 我想這個連數真的是太缺乏了 我們再允許一個了 好 那我們就請兩位 兩位那個 拍審 現在這位 這位 我們想請教一下 劉老師 如果是做天空工作 被頂傷 的話我總結束 做社員被頂傷的話 也沒有決定的問題 好 那我拍想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請兩位 接著講者 來做簡短的回應 然後也做 再做結論 那我們就請請 謝謝大家的 有約的發言 剛剛有一位朋友提到說 後面的朋友 就是說 研究到底有沒有用 研究到底意義在哪裡 有沒有真正拿來 這個可以當成是 改善移動健康 改善社會的一個依據 那有這樣的問題 意思 就很不容易 因為事實上 很多的研究者 他們寫了很多的paper 像我以前也是 唸劉畢所的時候 那是paper 一篇又一篇 然後發表之後 就記起下一篇 至於他要被怎麼使用 很多的研究者 事實上 已經不是很關心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問題事實上 像我們做研究 做了十幾年 常常還是會有這樣的疑問 做研究是為了什麼 這個研究是要做什麼 為什麼要做研究 為什麼 你就直接去倡議就好 去改變政策 那事實上 有這樣子的這個疑問 一直都會伴隨著 如果你做研究 這個疑問 所以一直伴隨著你 好 所以 那至於對我自己而言 研究要如何有用 就是要有人看 好 可是很多 台灣很多的學者 做研究 是發表在這個 一個疑問的長生 希望人家看 蛤 或者是把它這個密件 蓋一個密件 然後就封死失念 不要人家看 那為什麼 那表示說做研究的目的 不是為了改善社會 或者是讓知識比較充分 或者是拿來宣導 拿來教育 拿來改變社會 不是 那做研究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事實上就要回到 力度的分析 你研究如果一直做 然後你不要得罪人的話 你的計畫一直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政治經濟權的一個真心 事實上學術界很非常的正直 非常非常的正直 包括我要講什麼 我不講什麼 都會牽涉到我下一年 一個問題 打壞了關係 你就沒有研究經費了 那你要怎麼辦 這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一個問題 所以不要以為學術界非常的中立 所以我們認識知識的創造 知識的產生 就是一個非常政治性的一個問題 不管即便只能要被命名 被哪一些人掌控 這個事實上全部都是政治經濟的 所以這個社會自閉論就是 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知道說政治一定要進行參與的 知識的創造的過程 背後有很多的政治經濟的這些因素 那我剛剛忘了談 事實上剛剛我給大家看的那個slide裡面 還有一個文化這一塊 文化事實上說 不見得跟政治利益跟基地有關係 可是它會深深的在我們的教育的過程裡面 會深資在我們的一個價值體系裡面 譬如說你認不認同要平等一點 我們是不是要多關心 然後我們是不是要多關心身上的朋友 心臟的朋友 那這個都是我們一個文化價值的一個體系 我們對什麼事情是有污名的 是有排斥的 事實上就是 它不是 它不知道是政治的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 不是 直接跟利益有關 可是它卻是平常任何的職業 好 謝謝 我們要聽證你今天 可以看到的一句話 不過沒有忘記 我們想說到底還是是 疾病的問題 還是經濟的問題 還是政治的問題 剛剛還講 還有行政體系的問題 那顯然這些問題 其實也許我們把放在一個 真正的脈絡裡面看的話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行動去改變 包括剛剛楊老師所說的 社會解的一個因素 這些因素 你放在勞動真正的脈絡裡面 如果你永遠只是要去解決那個問題的話 而放任整個血和經濟模式的持續的氾濫 但也許那個問題就有一點解不了 那個不健康的問題就有一點解不了 但是最後還是用 其實我可以用一場一場一場判下來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說 我很喜歡U-NOS的一句話 剛剛那個貧窮銀行家的那個 創辦小額代管的銀行家 有時候要解決一個問題 你可以像老鷹一樣 飛得很高 把所有信仰看著面面去到 但是你要解決問題 也許你可以像蟲一樣 貼近問題 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一點 我覺得這句話還蠻提醒我 就是說 跟我們家一群朋友成立了這樣的一個組織 叫做台灣健康甜甜行動協會 因為按照內政部的要求 要加一個協會 很奇怪 好 那家庭銀行動的想做 今天是第三場 那接下來還有我們三場 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在上面大家可以看 有興趣的話可以繼續來溝通 來討論一期檔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我們要找出一些行動的段階 譬如說國衛院 記得喔 國衛院年底要出版 台灣的健康不平等的報告書喔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當成我們自己的行動 我們盡管信他 讓這樣的報告書不要留意 剛剛邵法所說的 可能只是一些統計數字的危機 或者只是一個文字的描述 我們可以讓這樣的報告書 更貼近我們現在的問題 然後去解決他 如果他做的不好 或者不夠透明 如果大家來參與的話 那當然我們作為一個行動者 任何 不管你在學術 在運動 或者媒體 或者是醫師 我們都可以來改變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 最後我還是要再宣傳一下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活動還不錯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 點數的本事頁去按個讚 那你們就會比較定期看到我們的一些資訊 那當然我們這邊有 我們的小卡片 就是小姐姐 那大家也可以來去趕回去參考一下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這樣有活動 那我們希望接下來就好像這句話 讓健康平等 有時候平等不是那麼容易 譬如說 我每年都要跟人家辯論 我知道 我的同事在提醒我時間到 每天跟他辯論說 同工同酬 這樣一個平等 是應該要落實的 我每年都要跟人家辯論 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天跟人家辯論說 外勞公司要跟本郎 不能脫鉤 這個事情 不是大家都應該是以為常的事情 應該 價值裡面應該要完全接受的事情 結果我們也要跟政治經驗 變得 讓健康平等 我們的責任不在想像 我們在行動 那我們歡迎大家 一起 我們腦力氣大 我們一起來行動 謝謝